2023年12月13日 是第十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当天,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在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历史面前,无人是孤岛 过去连接着现在,也与未来相通 作为南京市青少年代表朗诵团的议员来朗诵和平宣言 我觉得对我意义非凡 我觉得今天我们举行这场仪式 并不是为了记住当年的仇恨 而是为了更好的珍爱和平 灾难之墙前 近二十载搜寻南京大屠杀史料的美籍华人鲁赵宁 与众代表一起撞想和平大中 今年作为传奇和平大中的代表 我非常的激动 这是一个专严神圣的时刻 传奇和平大中 深深地意味着不忘历史 珍爱和平 绝不让历史的悲剧再次发生 我会继续打捞历史资料 永远不会停止 低沉终声回荡 打破了集会广场的寂静 数千与白鸽振翅腾空 在南京城上空久久盘旋